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招聚焦 昨天华尔街日报公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川普跟马斯克之间的故事 其实他们俩之间的动向 被很多人所关注 因为作为马斯克后来的 从2022年 主要是他儿子的这种唤醒 把自己给干掉之后 对马斯克的刺激太大 所以马斯克就购买了 440亿购买了X 购买了Twitter 然后走到了今天 以及他跟川普之间的互动之间的故事 那马斯克一直试图跟川普保持关系 保持联系 保持肯定 但又不是很亲密 而川普本身对马斯克没有太公开表态过 那里面可能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马斯克跟政府之间 他的企业跟政府之间的有大量的合同 主要是火箭 这种大量的合同 跟他未来在人体上进行 这种人体芯片的试验 都要得到政府非常大的支持才可能 就是他要在某种程度上 他在替政府工作 他自身的 就火箭的角度来讲 他肯定是可以把它推断成 是美国政府当中或有 就是美国的这叫什么 军火代理人 那企业代理人 那他或有安全许可 他没有安全许可的话 政府那么大的 就这种涉及到国家战略安全的项目 怎么能够跟马斯克之间签订合同 但马斯克本身又跟现在的拜登政府 发生了很大冲突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你可以从中可以体会到 美国政府的肩价结构本身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美国政府掌握权力的某些人之间这种互动关系 也就讲说在他的相当大的基础上 有着他这种民主社会 正常社会所固有的 换句话说 政府大批的政府的雇员 他是一种永久性的雇员 他就是一份工作 至于哪个党派当政他下达命令 对吧 但是政府的工作 当签订一份合同 包括军事合同 军事用品的制造 他可能延续到五年十年 甚至更长时间 所以而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故事 跟中共国我们通常形成的观念概念 不太一样 那比如说对政府透过法律进行颠覆这个社国家社会 他是从上层 所以我们适出去理解 如何理解马斯克跟拜登政府的冲突 跟今天川普政府 川普个人之间的接触 这是我们跟提醒朋友能够注意到的 否则的话大家会很困惑的 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爱你恨你 对不对 爱你有多深恨你有多深 一翻脸就全都翻脸了 那马斯克这件事情呢 是跟川普之间的互动 被华尔街给揭露出来 在三月份 三月份有一个在 在这个好莱坞的中里滩的 不是好莱坞 佛州的中里滩的 有另外一个富翁 叫佩尔兹的大概是 他们佩尔兹曾经主持过 一个早餐会 早餐会当时是一些比较有钱的人 和共和党高层 那其实他是一个类似的捐款会议 但是呢 他没有他没有明确 我记得那次会议没有太明确的如何如何 但那次会议就是被披露出 这个马斯克跟川普碰面 当时马斯克就明确 马斯克一直推说说 那是偶尔遇到的 那里面的细节就是佩尔兹的儿子 是在用了父亲的钱 在反正他儿子 他们上父亲的钱 他就是家族的企业当中呢 向高科技的方面发展 他的儿子 就这个亿万富翁的儿子 那他呢 在这个行业转用的时候 就跟马斯克之间的关系很熟 所以就变成了 马斯克跟这个亿万富翁的儿子 关系很好 从而来到了早餐会 而佩尔兹在进行这次早餐会呢 是为了能够对川普一份表达 佩尔兹在2020年是支持川普的 当时大选 结果在1月6号国会事件之后 就反川普 等到这一次美国中期选举 2022年的时候呢 他就全力去支持这个德桑迪斯 所以在支持德桑迪斯的富豪当中 佩尔兹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人 他是从反对川普支持德桑迪斯 然后进入了美国中期 美国初选之后 共和党初选之后 现实结果拿出来 他又不得不转向支持川普 大概中间的前后中间的故事是这样 所以他组织早餐会呢 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当时是在3月份 那川普的整个竞选团队的 他的获得的这个捐款资金 政治捐款资金 远远落后于这个 远远落后于拜登 4月份川普就获得了大笔的钱 超过了拜登的 一下超过了他2000多万 就是捐款的数额超过2000多万 一个月 所以这是前后的故事 就认为那次早餐会呢 应该是很成功的 而马斯克一直推辞说早餐会没有什么的 我们没有谈及太多 我们只是相互偶遇 所以当时的马斯克带着自己的儿子 4岁那个儿子叫X的去参加早餐会 而川普当时却带着巴龙去参加早餐会 3月份 所以从你目前能够看到的故事呢 那样的早餐会对于当时的巴龙 巴龙大概刚刚到了18岁 作为老父亲来讲 有意培养自己的儿子 像一个男人一样参加男人的活动 这个有些女士你别介意啊 就其实现在很多自己家里有儿子的 那儿子他儿子老跟妈在一块儿 老跟女人堆里冲一块儿 那那个不是一个正常男人的环境 真的 对吧 就像什么公民公民丈夫什么了 姓王那家伙 到那个小小子那儿胖着跟肥猪似的 带着一个女朋友 三个女友在日本 for what 所以这就是涛哥说一堆烂重 一堆烂重 对吧 甭管男女还是公母 那不是不是这么的事 对不对 所以男人要在男人的环境中 让他培养出男人应该有的东西 那刚太阳就是太阳 月亮就是月亮 你把太阳跟月亮整在一起的 一定是世界的末日 就这么最简单的道理 在现实今天的人的生活中 还这么搞不懂 我觉得很荒谬很荒谬的 太阳就是太阳 月亮就是月亮 地球人看见太阳跟月亮重合的时候 不是日全时 就是日偏时 日环时 月全时 月偏时 月环时 对不对 凡是出现太阳跟月亮合在一起的时候 全世界不分种族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肤色 都说大难临头 你现在买衣服都买的都是男女不分 买衣服现在男女不分 马路上男女不分 那马路水海边上那女孩子穿的衣服 哎呀 那都是跟他跟他说句难听话 退了毛的退了毛说过年要宰猪 宰农村那时候穷 退了毛的打那个猪夸一排 你说他没穿衣服吗 他真穿了 你说他真穿衣服了吗 哎呀 他就这样 那男孩到个个穿着大裤衫 这海外的男孩子游泳男人游泳的都穿那种 骑头到膝盖这种大裤衫 他女孩子倒是那样 这全反的 人说说后来说这流氓 我说是不是也不知道怎么叫流氓还是不流氓 谁是流氓 谁不是流氓 这世界是这个的 真的 就因为是度假嘛 所以在边上 他说 他不是那么好的事的 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川普带着巴龙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很多政客就是这样男女不分的这些媒体者 把他分享成 就是说川普带着儿子去参加政治活动了 然后呢 但是巴龙不是要代表佛州的共和党人去代表吗 后来被梅拉尼亚的办公室就给否认否决这件事情 那其实呢 媒体的评价有那样的方式 他们就制造一种 比如说梅拉尼亚跟拜登之间的不和 但是在我眼睛里不是 那是川普要把儿子以男人的方式在培养 在男人的堆 人堆里面 听着男人的故事 才有着男人应该有的男人的样 男人要有男人样 其实就这个 就像涛哥小说听了很多这些练武术的练功夫的 那我也听不懂了 但是那个老爹这些徒弟们在一块就云山雾罩就讲这些故事 隔山打牛啊什么什么有这个天幕开的 这在有遇见妖精的遇见狐狸的什么故事都有 然后你因为那都是很多是当事人的故事 那他就知道等长大成人的时候 他其实他知道他很很有的那一份内容 这是这是很简单的 所以在我眼睛里看到川普跟马斯克的中间的故事呢 有着一种朋友家庭的汇聚 但是家庭的男人都带着自己的儿子 就出现场面 在这个故事中 华尔街日报就提到 马斯克跟川普之间呢 马斯克充当了一种咨询专家的概念 就是川普向他咨询 向他询问咨询他的意见 那马斯克自己呢也没有否认这个角色 所以在另外的媒体当中就提到说 马斯克跟川普之间 他说每个月大概要通话几次 所以就预示在未来的美国政府中 马斯克是不是会成为一种 类似民间的这个民间的这种咨询者 或者说民间这种智囊 保不齐的事情 但马斯克今天 想去作为今天要几块推翻拜登政府 我相信马斯克跟川普成为了共识 那推翻拜登政府 这词川普需要钱 马斯克却是有钱 对不对 那马斯克的有钱跟川普的有钱 概念不太一样 那他们其实把很多钱分得很清楚的 就是政府的钱 我竞选总统的权 就是我竞选总统 我竞选总统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 所以不是我个人发财 对不对 但不是我个人掏钱创事业 我个人掏钱创事业 我创造一个总统 我回家自己做总统 不是这概念 所以跟我们中国人的消费概念 理念中间 确实是有差距 这个没错 但现在看来呢 是这么一段内容 这段内容 因为它没有一个背景的视频资料 我就跟大家介绍 这是一个在昨天晚上的书 一个很盛行的说法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欢迎认识